可惶陳國強的事業扶搖即賞 不過他炒學股智慧 都是蒙米粥 只限短炒 不宜告罪 財技多了得也好 都有投資失敗的經歷 當年從事磁碟製作和銷售的錦興 就是陳國強的發跡股兼代表作 1993年 錦興創辦人黃申斥之六億 收求美國同業 不過過度膨張 令公司負債上升 營運情況急速轉壞 1994年 和黃扣入錦興遲信的可換股票據 不過都未拯救錦興 第二年更加慘虧六億元 和黃找來陳國強 成為錦興董事總經理 當時陳國強決定開源折留 縮減廠房規模和開拓新產品 用了三年時間將錦興轉規為營 自此陳國強得到李嘉誠的信任 錦興也完成了他的任務 在科網股熱潮變身為網股 聯同得場系其他公司持有成報等等 在入主TVB之前 陳國強曾經踏入傳媒界 包括明報、廣角鏡 亦曾經入股銀河衛視 不過回報不理想 他大部份的股權轉售給電視廣播 投資成報可以說是他最失敗的投資 2000年 陳國強透過中拆集團和東方魅力 用了1.6億扣入成報 當時還將成報注入 創業版上市公司東美網 而東美網譯名為成報傳媒 不過成報生意不如理想 流血不止 當時 陳國強用了一億多元更換新的印刷機 合格賣賣兩年來損失達4至5億元 最後陳國強在2003年 以一億將成報賣給 吳星和陽南慶祭的陽光文化 市場認為成報這單交易 陳國強都幾蝕底 交易已發行新股形式進行 從中沒有收取過任何現金 而陳國強也只是第二大股東 而且陽光文化業務已經虧損 陳國強也未必能扭轉成報命運 陳國強